关渡之战结束以后 整个中原地区 也就是三国时期 进行了一次地域上的分布 势力的分布 大家都很忙 有人说这个时胜时败是后人附会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吕森林老爷子三国史话 具体到底国家说没说时胜时败 那么现在史学家的观点是说了 就是有时胜时败论 谢谢莫在言送的小元宝 关渡之战结束以后 那么我们先看这个刘章 刘章他公元195年 关渡之战前五年 刘延死了 刘章这个人 虽然没有什么雄徒大略 但是看家 保一方安宁 没什么问题 说在西川这个地方 也是过得有滋有味 其实你要想外面什么 打得昏天黑地 曹操吕布 袁绍袁树等人打得黑天昏地的 刘章的小日子过着 喝的是 四川有什么好酒 喝的是五粮液 吃的是张飞牛肉 那会儿张飞还没做牛肉 是吧 他日子过得非常的滋润 那么张鲁也一样 在汉中 在汉中 你看一个西川 一个汉中 都是属于一手南宫的地儿 我看你们打 我看你们打 咱们互相之间闹闹小别扭是可以的 该吃肉吃肉 该喝汤喝汤 这是张鲁和刘章的状态 像马腾和韩随呢 大家不要觉得 谢谢水淡无相送到窗画 谢谢谢谢 这个马腾韩随就有点苦逼了 虽然三国演义里面就觉得 西凉这一块一直是马腾韩随空着的 但实际正史当中 当时西枪地区 枪人之间 枪它虽然是一个少数民族 但是它是有很多个部落 类似于成吉思汗统一全蒙古 统一蒙古高原之间的状态 有很多小部落 那么这些小部落 还有中间还有汉人聚集区 比如说梁州地界 就是枪人和汉人的狙击区 那么互相之间 它有地方的小军阀 也有地方的豪强 还有这些枪人的酋长 打的是不亦乐乎 而马腾韩随在这个时候 就忙着今天打那个 明天打这个 慢慢的成为西枪地区的 扛西凉地区的扛把子 注意 不是统一 是扛把子 谢谢 送的压岁签 谢谢 灵仙剑王露露 送的赞 谢谢 郑州旺和俄罗斯 送的新年鞭炮 大家想想 这是一种非常苦逼的生活状态 今天跟这个打了 明天跟那个打了 而且在四海外 西凉地区 就是今天甘肃平凉到天水这一带 甚至远了能够到达兰州 武威和金昌附近就这一条线 一直在那打 不是很不是啥好地方 还有青海一部分 那曹操呢 曹操关渡之战虽然是大胜 一把火烧了乌朝 这哎呀 我觉得烧乌朝的时候 曹操的心情是非常非常舒爽的 不光是打败了袁绍 你要想 这个乌朝放多少粮食 袁绍三四十万大军的粮食 或者说二三十万 咱们往勺里说 二三二十万大军的粮食 每人每天吃半斤的话 那么最起码一天都得吃个十万斤吧 那最起码你放个三四个月的粮食 这的粮食得马成山 得放个上百吨 对不对 那曹操这一少几百吨的粮食点了 喝到现在的话 咱们就算小麦吧 一吨小麦 一斤小麦咱们算一公斤一块钱 简单算一件 一吨小麦是一千公斤 算一千块 几百吨 几千万 放到今天就是人民币 马成一团 烧了 那种舒爽 换做你 你觉得爽不爽 看着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烧过这么多钱 哎呀 太舒爽了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一个恶魔 一旦发生一些很舒爽的事情的时候 都会狂慌疯狂大笑 哎呀 这都是钱呢 烧钱的感觉真是太爽了 你经常说 国外的人是吧 拿钱点个香烟 是吧 拿钱这个当手指 两千多年前 我们的祖先几千万 割一堆 哎 就给它烧了 这算什么 那袁绍呢 袁绍虽然失败 他的实力啊 还是超过曹操的 也就是说 曹操想进攻袁绍 差很多地方 插很多地方 袁绍失败了 回去了 依然可以招兵 依然可以备战 整个冀州和幽州的仓库里面 还囤有大量的粮食 烧的是别人的 那不更爽了 你说你今天还烧过这么多 那那个名钱不算 明界银行发行的货币不算 咱们得是说 中国人民银行 发行的货币 明界的 那这玩意儿 你抽出来一张 有的是上千亿 有的是上百亿 有啥用啊 一张 然后没用啊 谢谢13256280送的 压岁钱 开个玩笑 那袁绍呢 他实力依然很强 所以曹操啊 这时候 既然跟袁绍撕破脸了 那大家 慢慢的开始打这个拉锯战吧 至于说刘表 刘表这时候啊 已经垂木了 垂木啊 已经垂木老矣啊 已经变成一老朽 幸亏刘备投奔到刘表 刘表非常知道 生于乱世 曹操和袁绍都是难惹的主 而且曹操跟曹操关渡之战胜利之后 那么胜利的天平已经向曹操这边倾斜 袁绍终有一天会被曹操吞并 当曹操吞并袁绍之后 曹操必然南下 因为刘表跟曹操仗没少打 刘表就觉得 哎 我老了 不中用了 我这是想打这个 再跟曹操打仗 肯定是不行了 幸亏刘玄德来了 刘玄德这一来 哎 他跟曹操打的是有来有去 只要他在这 我荆州暂时危 那么我们要知道 刘表这人也不傻 在经历了陶谦三让徐州 其实是刘备三遍徐州之后 那么刘表对这个刘备啊 他的提防心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 你看刘备投靠刘表待了五年 待了五年 你能想象吗 你看刘备是皇叔 刘表是汉氏宗亲 够亲的了吧 五年时间刘备生生的没生官 五年前在新野这个地方猫着 五年后还在新野这个地方猫着 那你要想想 真的如果两个人关系真的好的话 刘表能够在五年时间 就让刘备窝在那里吗 显然不可能 这个皇叔是OK的 这不是三国演义对杜传 因为家谱在 确实刘备的家谱能是汉县帝一家 这样没什么问题 这已经考证过 就是现代一些历史学家 比如说现代 就是那个当年 吕思敏就考证过 没问题 这就是说孙权 孙权在江东 日子也不好过 整个江东地区 山贼特别特别多 忙着缴费 而且这种山贼 他不是一股一股的 经常是一大片一大片的 当时中国南方还没有开发 也就是仅仅有几个城市和几些城市周边的一些田地 比如会计 豫章 丹阳 也就是今天的江苏 浙江 还有福建 这一带 那么其他地区都是茂密的森林 注意 这种茂密的森林 你不要想的是像现在南方那些树 现在不是这样 谢谢主播脑残 送的75个赞 谢谢 那么他是这样一种情况 大家要注意 当时南方的森林 应该是接近于今天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那种密集的雨林 为什么 因为在2000多年以前 中国的气候还很温和 根据一些史书上记载 就是说到南宋时期 两宋时期 北宋和南宋时期 那么南方还是有大象的存在 这种大象就是长江以南 那么我们知道在今天的中国有大象在哪 亚洲象只有西双版纳才有 就是中国云南的和缅甸越南老窝的交接处才有亚洲象 西双版纳有个野象 我们很难想象当时孙权所在南方是什么样 其实就是云南的翻版 北京动物园你别闹了 乌鲁木齐动物园还有大象的 我说野生大象 野生大象 谢谢小黄狼隔壁送的鸭岁钱 谢谢 就是说通过这个历史记载的话 你想孙权待的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森林特别茂密 山还特别多 然后人口还稀少 山里面全是山贼 而且是一大片一大片的 日子也很不好过 关键是曹操也够坏的 曹操就害怕 康三牛晚上你好 你好 曹操就害怕孙权抽出手来 去对付自己 怎么办呢 派人 犀牛当时是有的 就派人包括孔雀也有 那么就派人去联络这些山岳 当时东汉的官真的是不值钱 曹操派人 你看在三国时期 当个山贼还能封侯 今天碰到山贼张三 封你为 什么什么博望侯 跟刚才一个事 如果你把孙权灭了 江东就是你的了 所以曹操当时不是说曹操没有援军 整个山岳地区都是曹操的援军 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 虽然是道义上取胜了 诸侯们不听 但是携天子以令诸侯 对山贼们 对这些土匪们特别好使 土匪们哪知道 现在皇帝已经不好使了 现在当官都不好使了 你说哥哥你 猫在深山老林里面 外面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突然来一使者 我是曹丞相派来的使者 戴的是皇帝的诏书 你看诏书还是真的 然后封侯拜相的印 还在这 这当山贼还能当出侯爷了 我去 你说屌不屌 谢谢咸鱼中有翻身时 宋子若记 晚上好 头发宣语 很多 就是当时曹操 曹操那会已经成相了吧 而且曹操已经多了他的官身上尖的 对吧 领的官多了 那么说曹操大大多数情况还算尊重汉先帝吧 算 算 你没错过什么呀 错过一个叫祖国脑残的水 送祖国好多赞 咸鱼翻身不还是咸鱼吗 不会呀 咸鱼翻身可以变成这个鲤鱼月龙门 中央已经研究决定了 好 这个梗可以有 那么我们看一下地图 谢谢 虚渊玄宋的若记 看一下地图 看一下地图 我把三个地图删了 还好 简盘过来 大家看一下 那么 在整个 这是三足鼎立时期的地图 实际上 这个时候 曹操他已经空着的地盘已经很大了 甚至一部分的地图 但是这些地方还没有 这些地方还属于一些小的太守坚持守着 有的被孙权夺了 有的后来被曹操得了 曹操控制着整个 就是说 一直到长安附近 长安附近 就这些地区 是曹操控的地图 那么北方就剩下冀州和幽州 袁绍控制 那么袁绍力量依然很强 像巴蜀地区 这个地方 就是张鲁了 那么这边一个地区 就是可能画的有点问题 就是刘章 那刘备呢 就在整个京江地带 就这一带地区 那么刘备和 其实还是刘表 刘备这会儿什么也不是 东吴地区倒好了 孙权占领着 就是这种情况 那么 关于三国的历史 一些史学家就开始认为 说三国时期 到了这个时候 才算是初见端倪 为什么 在这之前都是小军阀混战 曹操 无论是曹操 袁绍 还是刘表 还是孙权 都是在众多小军阀当中 通过这个坚并战争 成长起来的大军阀 而张鲁和这个刘章呢 是因为地区比较偏远 没有受到战争的波及 那西凉地区 还是以少数民族为主 虽然说像马腾寒随都是汉人 但是当时出现一个 叫汉人胡话的问题 他们是胡话的羌人 因此他们属于七羌的势力 而不把他们算作汉人的势力 看了一下吧 这会儿 咱们过了公元200年 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现在可以好好的是吧 咱们开始讲三国后关渡之战的历史 关渡之战结束以后 袁绍休息了一年多 休息了一年多不到两年 八王之战导致的 他们就卷土重来 带了很多军队再次讨伐曹操 此时的曹操已经说几百万到四千万 好快不快 过去好几十年 你想从公元260年 二六零年开始一直到公元308年 过去多少年了 时间是很长的 不是说马上就八王之乱了 过去很长时间 那么在这个时候 当时袁绍又组织了一波军队来讨伐曹操 此时的曹操兵力已经 虽然占据下风 但是军队素质比较强 爆发了苍廷之战 苍廷之战三国演义里面有描述 那么和正史记载差不多 曹操依然以少数兵力对抗袁绍的多数 袁绍的多数兵力 那么袁绍这次学经了 步步为营慢慢往前推 但是此时袁绍手上的部队 仅仅是占有优势 数量上占有优势 真要是步步为营 在质量对决上面 远步如曹操不出意外 又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 当苍廷之战大败之后 袁绍回到了北方 回到了忧州 回到了冀州 特别的郁闷 我这辈子就别想打过曹操了 因为苍廷之战结束以后 战争的主动权已经从袁绍的手上 到了曹操的手上 只要曹操进攻 吞并北方 只是时间问题 袁绍很郁闷 回到忧州 特别郁闷 过了没几天 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郁闷 寄生草 寄生源和生草挂了 袁绍死的时候 根据一些实际上的说法 偶血树生而亡 按照现在的话来说的话 他应该是得了什么恶性的 比如有可能是喝酒喝多了 未出血 吐死了 管他呢 反正袁绍是突选而亡 突选而亡呢 那么袁绍在家族继承人的问题上 犯了魂 犯了什么样的魂呢 因为你想他当年跟袁绍在那互掐 就是因为一个家族里面有两个强势的候选人 袁绍能力强 但是不是正知 袁绍是正知 但是能力不强 两者相加这个差拼了个半斤八两 袁绍有三个儿子 长子袁潭 侧子袁西 三子袁尚 那都说当父母的呀 都是喜欢这个疼这个小孩子 袁绍手握北方马场 兵源素质为啥这么低 训练问题啊 训练问题 这个军队你都得练出来啊 对高素质的官主都死的差不多了 这说的也很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袁绍就觉得怎么看他的小儿子顺眼 注意啊 你要想袁绍活的时候 当袁绍看着小儿子顺眼 那么袁绍手下的谋士肯定就要站队是吧 是跟着大公子混 还是跟着三公子混 如果以后三公子当家做主了 这就不是跟着大公子混的人都一边玩去 本来是小小谋士 就有可能变成什么中郎将啊 变成什么这个首席谋士 就会成为这种 就是官啊 就会蹭蹭往上升 你看曹植和曹匹之争 像袁绍啊 像杨绍站在曹植这边 这个贾许站在这个曹匹那边 也是这个问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袁绍内部的谋士分裂了 分裂了 像沈佩和冯继跟着就是三公子袁绍 就觉得我们主公喜欢老三 肯定老三继承家业 那而这个新平国图呢 跟的是什么呢 跟着就是袁谈 为什么这样说呢 是因为按照规矩 那都是嫡长子继位 袁谈呢 是袁绍的大儿子 嫡长子 理应由他来继承袁绍的家业 一个在礼 一个在秦 到底是秦队还是礼队 这放到今天 依然是个很难抉择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 谋是这一战队 这一战队可不好了 袁绍活着的时候 那么整个冀州和幽州地区有一个主公 袁绍死了以后 有几个主公 有俩主公 袁绍一档 这个袁谈一档 千万大家不要觉得 如果说一个父亲喜欢一个儿子 会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 今天这个城市归你管理了 明天这支军队给你管理了 后天这个地区的税归你收了 都是这样的形式去表达 而袁谈身为长子 年纪也比较大 帮助父亲做事 所以袁绍这一死 袁绍他控的地区比较少 袁谈和袁绍手上都有自己的实力 当时袁绍一死 袁谈在外面防守 在别的城市防守 赶紧回到夏批 来奔丧 一奔丧 就开始讨论 谁来当这个家长 谁来继承老袁的家业 那么这样是中国有句话 进水楼台先得月 袁尚在父亲身边 审配逢计 二话不说 主公死之前有遗言 主公死之前有遗言 要让袁尚继承家业 当时袁谈就很郁闷 说你听见了 我们都听见了 人正俱在 周围转一圈 全是袁尚的人 你说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没有办法 无计可施 我说狼人傻 就是遗言 中国人都这样 人要快去世的时候 终归会留下一些遗言 叶城 当时袁绍在叶城死的 等到袁谈这一来回来 得 本来想挑起老袁家的大梁 没想到自己向来跟自己不合的三弟 这一下子成了自己比自己还有话语权 我成给我弟打工的了 兄弟二人 自此开始有隔阂 这种有隔阂 当袁尚就害怕袁谈把自己的位置给夺了 袁谈就觉得袁尚当这个家长当这个家 他当不好 这不就有矛盾吗 有矛盾 他不代表能打起来 缺的是什么 缺的就是一个引人的导火索 不是大头 叶城在这个邯郸附近 就是叶城在邯郸附近 叶城是抓真鸡的地方吗 是 回头咱们聊曹匹的时候再聊这个真史 好吗 聊曹匹和曹植的时候聊真史 聊老袁家聊真史 有点不太合适 那么这时候曹操说 听说老袁死了 听说原本初死了 你看曹操虽然说 哎我跟老袁这一辈子呀 其实曹操跟谁亲呢 跟袁绍真的挺亲的 当年两个人一起在洛阳当官 两个人一起去策划对付石长氏 你想吧两个年轻人 两个人二十多岁的时候 兄弟二这个同为异性兄弟 兄弟我们一起来反对太监 反对宦官以振朝康 当年许下的誓言 到后来合进之乱的 这个石长氏之乱的时候 终将对线 那么两个人也是难兄难弟 一开始的时候 袁绍啥也没有 曹操啥也没有 两个人互相扶持着 曹操得了眼周 得了洛阳得了观中 袁绍得了济周 得了幽周 一个战壕的兄弟 论亲情 对吧 曹操跟袁绍两个人感情非常好 但是感情归归感情 那么现实归现实 既然大家已经站到了对立面 不好意思 趁你病要你命 你死了 你儿子现在听说你的大儿子和三儿子不合 此时不打更待合时 曹操二话不说 带兵进攻 首先曹操说想的是什么 攻打黎阳 打的是谁呢 打的是袁潭 先把老大给他敲了 敲了老大 老三就好对付 还小吗 袁潭手 虽然说经验比较老道 而且手下谋士众多 但是他的三弟也不信任他 手上兵也少 将也少 比较好欺负 袁潭有能力 手上没实力 袁上有实力 但是自己没能力 肯定先敲有能力的 因为能力这东西不是先天俱来的 实力可以慢慢培养 能力去残了就残了 谢谢漫步山河 谢谢陈阳送的礼物 谢谢陈叔志送的若迹 当这种情况发生以后 袁潭一看老曹打过来了 因为他也处自己的父亲袁绍 关渡之战 苍廷之战 两次都没打赢 而且都带着大部队去讨伐 都被曹操给咔咔咔了 打不过 就求援 求援袁上 这下子 炸药桶真的是点燃了 袁上一看 曹操打过来了 就开始问冯继 这事该怎么办呢 冯继和沈沛就跟袁上说 主公万万不可能把这个兵给你大哥 如果我们今天把兵给他派过去了 曹操退了 这些兵可就不在我们手上了 就在你大哥元坛手上 他用这些兵可以调软过来对付我们 那时候该为之奈何 那元上心想 有道理 对吧 这不能说赶跑了曹操 把我自己坑进去 那也不能不救 我大哥要没了 我这怎么办 唇王齿寒 林阳要丢了 叶城怎么办 思前想去 元上出了个馊主意 就可以 我自己带兵去救 那我大哥这边元坛的求救信 左一封右一封 怎么办 是吧 怎么办 我派一谋士过去 派谁 当时元上也馊主意 看到了自己的心腹 看了一眼 冯继 冯先生 哎 有劳您 多跑一趟 你去我大哥那 给我大哥参谋参谋 这不是蠢吗 还是蠢吗 元太太等了 救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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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来了一个 再一看 怎么只有一个人呢 再一看 这人我还认识 冯继 要不是你老小子在那说有这个我老爹说了立元上我呢我还当不了老原家的家吗哦我弟把你派过来了是你你是监视我呢还是说要给我出主意呢你能出什么好主意 你看元潘虽然不能杀弟弟但是可以杀冯继一切都是因为你你要说人到极乐的时候到了节骨眼的时候一旦出现这个大起大落心情很郁闷的时候总会找到一个发泄的对象而且他找冯继算账肯定没找错人对不对都是冯继出的搜主意嘛冯继这一进程元潘二话不说我不管曹操怎么样先把你给砍了咔嚓 把冯继给砍了 元上先看我哥果然跟我不合我给他派一参谋长过去他二话不说把参谋长给砍了明显是吧还是冯先生说的对万一我把兵派给他这还打什么呢这就没得打了回头了曹操走了我就要完蛋了那元上心想得该救还得救 自己带一队兵马来增援哥哥元潘就军队在我手上我支援的是黎阳支援的不是你元潘这变成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啊兄弟俩不合感情很差啊感情很差然后呢元潘在城中防守那个元上在城外防守曹操一看乐了我要打元潘吧元上会管我要打元上呢元潘肯定不管 既一确定哎既确定得了先拿元上开刀这一打元上不要紧呢元上扛不住曹操的进攻那元潘也守不住慢慢是吧两个兄弟只好放弃李仰回到叶城因为叶城城防非常这个好城墙也高城墙也厚曹操想打下来很困难等到了叶城啊 元潘和元上啊就开始痛定思痛哎元潘就说哎弟弟啊我对不起你如果我不杀冯先生咱俩这李仰就守下来了那元上也说呀哥哥是吧都是我不过果不盖我要把军队派给你咱们李仰也丢不了两个兄弟两个人开始开这个就是检讨会啊思过思过嗯曹操一看这夜城一时半会打不下来开军事会议开参谋长会议 兄弟们呢现在这情况咋整这该怎么办谢谢曼山不曾送的小红包和谢谢公孙仙言送的鞭炮咋整 想来想去啊国家这会发着意见了咱呢撤吧曹操说撤什么呀国家说了一句话现在如果工业城这哥俩两个感情肯定越来越好我们来这呢是来打这个冀州的 不是让这个袁上和袁谈哥俩好的不着急工程今天走了听说南方的刘表蠢蠢欲动民工对曹操说不妨去敲的敲到刘表先把刘表教训了把这老小子打怂了我估摸着吧我们这一撤这兄弟俩该接着掐你看看现在两个兄弟互相检讨是因为我们在城门口的城外面等到回头了 我们撤了你看他俩还检讨不检讨当时曹操一心想是啊说这黎阳一丢 袁谭安把城市丢了袁上是损兵还丢了冯继冯姓的话这个咱们要说现在一般来说都叫冯姓但是按古音的话应该你们庞不管了就包括那个中尧啊有人说叫中尤因为尧发古音是尤咱们就不用看古汉语发音知道谁是谁就行了对吧 曹操说撤敲打刘表去那么我们看一下小地图 当时曹操来攻击袁谈的时候首先先打的是黎一扬从哪个地方发兵呢 其实从衍州和许昌附近直接发兵攻打黎一扬 那么远河就是冀州的首府啊是叶城他这写错了是叶城那么是整个就相当于河北的省会像今天 的施家庄一样老袁家的家底呢全在这个叶城就全在叶城那么占据叶城的呢就是袁上 而占据黎一扬的呢就是袁潭 像曹操一攻这个呃员潭的时候袁上先派冯继过来哎给这个袁潭当军师没想到被袁潭给砍了回头了哎等到这个呃他俩兄弟俩撤退的时候撤到叶这个叶城的时候那么袁上跟袁潭就开始发现曹操是很强大的 因为叶城一丢啊那么就等于老袁的家底啊赔一半是这种情况当时整个叶城地区是这个重中之重啊 好我们看了一下吧大概情况你们再看看地图 就是曹操发兵的时候基本上是从沿州这个位置在发兵同时他这个地图做的不是很全 还有一个是从来自于许昌方向去发兵那么两支大军合兵一处去在黎阳作为消灭袁上袁潭有生力量的这个 这个殲灭地这个地区也是打开打拿下黎一样就相当于有了进军济州的根据地 那么曹操这一南下敲打刘表把刘表又教训了一顿那刘表也发现曹操很不好惹呀 自从关渡之战苍庭之战结束以后曹操已经很强大了 那么事情的发展呀果然如郭家所料袁氏兄弟打起来了 当时曹操是不得已放弃夜城 那么袁潭呢也不得已这个哎就是哎找一个小城呆的有一说是黎阳 但是我觉得不可不应该因为曹操占了黎阳以后没没道理放弃呀 秦州兵以前重点说过了呀 谢谢抠的换灭送的新年鞭炮 乌环就是乌环他就是这么一个民族 你叫乌环 那这个情况时候啊 袁尚就提大军去教训袁潭 我把我哥灭了 就老袁家终于就只有一个声音了 那袁潭手上没多少兵 被自己的弟弟啊打的是叫苦连天撑不住了 这时候孤途给这个袁潭出了个好主意 打引号的好主意 咱们可以找南面的曹公帮忙 曹公帮忙 找曹操帮忙 如果现在曹操来帮我们 袁尚不足为虑 如等咱们就等着曹操把袁尚解决了 再吞并幽州和冀州 你看怎么样 袁潭心想说哎 此季大妙此季真的是太妙了 我虽然弄不过我的弟弟 那等到曹操一来 纷纷钓打他 这个袁潭赶紧给曹操写信 老曹是吧 曹应该是袁 曹操是袁潭的这个长辈是吧 曹叔叔啊 我这被我弟打得不行了 你看看我这你都知道我的 我一直是跟着这个父亲的意志啊 是觉得曹叔叔你很好啊 你跟我这个父亲有过节 我认为咱们两家是没有问题的 哎 咱们两家是世代交好 你看我弟现在太不这个像话了 你能帮我教训一下我弟弟吗 那么我愿意是吧 跟这个为了表达我的这个就是诚意啊 我愿意跟哎这个您家呀 结个亲家哎 这曹操收到这封信以后大乐是吧 我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我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哎呀 郭家郭奉孝啊 你算的真的是太准了 立即带兵 那么袁潭此时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 以前是对抗曹操 现在引着曹操去对付袁尚 当时啊这一打过来坏了坏了 为什么备份出了差差错 袁潭呢是把自己的这个是用自己的儿子呀 就是娶的是这个曹操的女儿 好像是哎 不是是让自己的女儿嫁给曹操的儿子 这这是你要说这样算的话 这个袁曹操就应该是袁潭儿子的老丈人 那么你要想 那么袁绍跟曹操还是平辈的 那袁潭应该称曹操为这个就是叔叔 对吧 这在这种的情况下 那么袁潭跟曹操既是亲家关系 又是叔侄关系 就非常非常的混乱了 哎呀 你要仔细去想想的话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是吧 人是一个家族的 但是曹操和袁绍是平辈的呀 好混乱 那么三国时期也是一样 那曹操 曹操和孙权的关系也很乱 曹操和孙坚是平辈的 那么曹操的儿子曹张 娶的是孙权的从兄 孙奔的女儿 也就是说曹操又跟这个孙权呀 是这个亲家关系 那么实际上曹操又是孙权的叔 是吧 这这下子也很混乱 那刘备娶的又是孙权的妹妹 那么刘备又比孙权大一辈 所以三国时期啊 魏蜀五三个国家都是亲戚关系 但是辈分是很混乱的 讲道理论辈分高 曹操和刘备是同一辈的 后面都是小辈 但是他又这就是因为这种联姻关系 强行拉成了一代人啊 谢谢游不动送到小元宝 那曹操这一次再次回来啊 太爽了 打着这元尚啊 稀里哗啦 当时元尚还想增援叶成呢 叶成都没有这个增援上 就被曹操包围了 整个冀州的首府啊 就被曹操包围了 当时元尚来救 一下子你说元尚守着城 曹操无可奈何 如果不守城了 那曹操打起元尚来 真是跟打三孙子一样 指挥能力不在一个水平面上 而且军队的素质 也不在一个水平面上 很快 元尚就被他这个曹叔叔 叫做人了 打得大败 元尚还是很厉害的 为什么 元尚逃了 投奔元西去了 这叶成是当时是谁在防守呢 沈佩在防守 沈佩心想 虽然曹操你人多 但是我城市很高 有种你攻啊 叶成的粮食够吃十年 你啊 打错了 辈分的问题啊 是辈分不是辈分啊 打错了啊 这个知道是怎么回事就OK了 那叶成这个地方 哎 你有本身你攻下来 有本身 攻下来我就算你赢 曹操没攻 为什么 这时候啊 叶成出了内鬼 沈佩呢 他有一个哥哥 叫沈什么 不好说啊 历史上好像有记载 但是我没记住 他哥哥有个孩子 就是沈佩的这个侄子啊 是个小城门官 看守着叶成的其中一个城门 到了一个晚上的时候 啪 把这城门给开了 当时曹操连城都没有攻 浩浩荡荡的就开进了叶成 沈佩就成了俘虏 而且沈佩说 我就是不投降 我就是不投降 这下好了 曹操二话说 哎 你就去见举兽去吧 二话不说 又把这个沈佩给砍了 这下子 冀州算是七数啊 落到了曹操的手中 曹操他不是阴险之人啊 曹操不是阴险之人 为什么 曹操一看 这能够得下这个冀州啊 都是元坛的功劳 要不是元坛跟元上掐起来 要不是元坛把自己引进来 打这个夜城 那可难了去了 因此啊 就觉得哎呀 就看这个元坛 元世之啊 你就好好在这待着吧 我回去了 别让你再 别让你 你说你弟弟 我把你弟打残了 他在想坐监犯科 已经很困难了 谢谢 噼里啪啦 稀里哗啦 送到飞机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哎 我这个是 哇 这名字好长 是不是 那么 咱们接着往下走 这夜城镇一拿下来 曹操呢 也是充分的信任了元坛 就觉得哎呀 你看你把我迎进来 说明你还是很在意 我们家的这个 我跟老元家的感情呢 你说曹操这个人呢 就是说战争归战争 利益归利益 打起仗来的时候 毫不留情 等到拿下夜城之后啊 曹操竟然还带人去祭祀元绍 曹操在元绍的墓前啊 还哭了起来 真的 这也说明曹操跟元绍啊 两个人是有这个真感情的 两个人是有真感情的 曹操一看夜城已定 安排一些士兵防守 然后提大军回衍州 毕竟南边还有一个刘表 吞了夜城 哎 吞了冀州 先稳固稳固 等巩固的差不多了 再来去对付幽州 事情虽然是这么安排的 但是是吧 打光依然出问题 为什么 元坛造反了 元坛啊 当时 哎 郭图就跟元坛说 计划啊 就是如我所料 猫括号子甲慈培不会 就是说曹操跟元绍是真有感情 两个人是有真感情的 这个当时曹操 哎 这个心想 正如我所料 就是元坛心想 正如我所料 曹操这一走 我弟又被打残了 得嘞 造反吧 当时国图说 我们反了 老把老曹的军队踢出去 占领夜城 我们最大 当时曹操刚回到衍州 屁股还没坐热乎呢 元坛造反了 啊 说曹操感情真丰富 哎 有感情 感情归感情 是不是 有感情归感情 但是哎 有利益的利益的时候 那么再讲利益 对不对 但你要说曹操没个是一个没有感情 只讲这个得失的人 身边的人啊 不会跟他那么忠心 你想想曹操死的时候 对不对 他身边谁 他的保 保镖队长是谁 早些年的时候点围 点围可以不要命 去这个保护曹操 后来继任者是许楚吧 曹操一死 许楚当时还活着 许楚 猛将吧 汉子吧 因为现在说这个扛刀的汉子威武雄壮 结果曹操这一走 许楚那么一个牛逼的人 嗷槽打 嚎槽打哭 竟然是吧 哭得两个眼睛都流出了血 那你说曹操这个人到底讲不讲感情 肯定是讲的 嗯 说和曹操出生入死的人不要太多 和曹操出生入死的人 你要说真正走得近的 袁绍应该算是跟曹操走得比较近 毕竟两个人打小就一开始 有了关键是他的理想一开始都是一样的 嗯 夏侯敦也是哭的是落花流水 那么刘备跟关羽张飞的感情也是真的 只不过生在乱世 当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 就不讲感情了 嗯 千万大家在决决三国的时候 不要把刘备关羽啊 不要把刘备曹操孙权看成冷血动物 嗯 那都是 就是人 人都是 人非草木 是吧 这个 哪能没有这个感情呢 嗯 曹操屁股还没坐热呢 啥 我的大侄子造反了 得累得累得累 是吧 教他做人 立即带兵 你看曹操这一辈子太倒霉了 好不容易啊 诸葛锦那儿子没错 好不容易 回来做稳当了 结果又造反了 歹明立即去评判元坛 其实元坛这个造反呀 很不理智 你想想要造反 手上得有本钱 是吧 第一你得有兵 第二你得有将 有地盘不行 地盘已经被这个打得落花流水了 自己的弟弟带了一些兵 跟曹操打半天 损兵折将 自己跟自己的这个元 自己跟袁上征 又损兵折将 曹操过来席卷一波 也没什么不对了 手上空有地盘 没有兵 你就老老实实呆着呗 元坛不 我要是吧 这就提时啊 这就对曹操说 我就是想利用你一下 把我弟弟赶走 我才是季州的主人 那曹操立即回 回了一封信 这婚 咱们不结了 这婚咱们不结了 咱们 田丰怎么死的 被袁绍砍了呀 诸葛克 好 记错了 诸葛克 刚才想错了 诸葛克 诸葛蛋是曹操 曹魏这边的 后来跟造访 被司马懿给解决了 一字之差 刚才讲嗨了忘了 诸葛蛋回头再说 等到观秋简的时候再说 那应该是诸葛克 段子的时候 等会等会 咱们先不要讲太嗨 还是要想一想 那么到这个时候 曹操带着兵就过来 教训袁潭 袁潭手上无兵无将 对不对 直接就被教训了 二话 这次曹操真的是不留情了 当时就让最精锐的虎豹旗 去对付袁潭 那么袁潭城破逃跑 袁潭这个人挺没水平的 逃跑的时候 带了很多金银珠宝 背着一包袱 里面装的什么翡翠钻石 装着这 然后逃跑 那么曹操的虎豹旗 很快就追上了袁潭 追上袁潭之后 那么袁潭立马就开始说 求求你们放过我 你看包里面这么老多的金银财宝 都是你们的 只要你留我一条命 今天这些东西你们拿走 那么你要说在当时情况下 曹操的虎豹旗的士兵 一辈子的薪水 都没有可能比袁潭身上 是吧 背着这好东西要贵重 但是我们能够看到曹操治军的能力 追上袁潭的这几个虎豹旗 二话不说 丞相命令我见到袁潭 砍了他 砍了他 二话不说 一刀错 袁潭身手一触 金银财宝 不是搁几个分了 然后跟曹操说袁潭死了 把这财宝全数上交 这也说明曹操当时这个部队 是一个纪律非常严明的部队 不是砍了再分赃 是直接上交了 曹操虎豹旗好像是曹淳带领的 在三国治里面 曹操虽然来说出场比较低 但是曹操能够把最精锐的部队让他带 由此可见曹操在老曹家的地位 真的是很强 甚至能够训练出来 建材不起义的士兵 你要放在今天的话 你要放在今天的话 你真正觉得说放眼全世界有哪支军队的普通士兵 能够建几千万上亿不心动的 曹淳不是曹修 曹淳还是曹修 可能名字有稍微记错 当时戴虎豹旗的打是曹修 应该是曹淳 曹修是后来的 曹修这时候还小人 曹丘和曹真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 谢谢大彭义送到压岁前 解放军 好 我们军队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 曹操一看圆坛死了 这个接着禁军 幽州直 这个唾手可得 这一禁军 这袁西 袁上就扛不住了 当时在什么地方防守呢 在季县 就是今天北京的季县 曹张还小 曹丘还小 曹修不是入川失败的那个 曹修当时还跟孙权杠了一阵子 在这个西县应该是曹真 曹真 好了 咱们别带节奏了 别带节奏了 咱们讲的是虎豹旗 就说圆坛的基因财宝都不动心 在这个时候 袁上和袁西守着今天的北京附近的季县 扛了一窝 没有扛住 挡不住了 然后放弃季县 投奔谁 投奔当时乌环的 少数民族 好像是乌环当时是叫谁 乌环的蝉鱼 邱里居已经死了 踏盾 踏盾蝉鱼 投奔踏盾哪里去了 投奔到踏盾去了 我带什么节奏了 火爆旗都能让你们变成解放军 我也是服气的 季县是天宁的 以前不是归河北吗 不是归北京吗 马上大概就是北京这一带 燕山附近 然后放弃了 直接跑到塞外 跑到乌环去了 当时曹操就发现一个问题 这跑的有点远 当袁尚和袁熙逃到塞外的时候 这下子真的犯了难了 越出国境线 虽然乌环是少数民族 但是乌环的确不属于汉帝 处于两个国家的对峙 那摆在曹操面前的 到底要不要打乌环 乌环这个民族 他跟汉族的关系 是属于一敌一友的时候 一敌一友的关系 为什么这样说 一开始的时候 在中国的北方 他有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 是什么 匈奴 匈奴这个民族是非常强大的 在汉 在武帝时期 汉武帝有魏清获取病 帝国双臂 开始对匈奴进行敲打 尽管来说 汉兄之战 汉族不断的取得胜利 但是 匈奴的力量依然强势 到了汉宣帝刘驿时期 到了汉宣 不是 刘巡 到了汉宣帝刘巡时期 汉宣帝刘巡 对匈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用兵 把匈奴给打残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北方 崛起了一支新的少数民族 就是乌环 当时乌环是非常弱小的 这种弱小的程度 就是需要跟汉朝联合 那么乌环他就是负责警戒 如果发现大规模的匈奴部队 就派人通知汉朝进行战略防守 一直到东汉 西汉和东汉交界的时候 往往窜汉的时候 那么乌环变得强大 汉朝变得弱小 天下大乱 国内有什么赤梅军 有绿林军 开始造反 当时乌环直接由互相帮助 变成了战略掠夺 因为趁你乱 我也来打打秋风 是吧 开开游 乌环的人 乌环的骑兵 就越过长城 进入河套地区 甚至进入到中原腹地 进行截掠 直到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之后 当时乌环在东汉时期 那么被光武帝刘秀收拾了一波以后 开始老实了一段时间 老实了这么百十年 等到东汉末期的时候 那么趁着黄金之乱继续劫掠汉帝 白马将军公孙赞 就是在这个时候 对抗乌环 那么乌环跟汉族的关系 就相当于一和 一敌一友 当然是东汉三国之乱 那么军阀林立 乌环跟公孙赞是死敌 跟袁绍关系特别好 乌环的实力可比孟霍的部落强太多了 当时说孟霍不怎么样 但是说乌环 乌环三郡天下名旗 直接点明了 乌环的骑兵特别屌 当时因为袁绍联合乌环夹击了公孙赞 那么袁绍就跟乌环成为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盟友 那么袁绍继续坚持留意的方针 一直跟乌环处于一种良好的合作关系 之所以袁绍和袁细能够投奔乌环 就得益于袁绍 袁绍集团的跟乌环的关系 那么对于曹操而言 曹操是袁绍的敌人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那么曹操一下子就成了乌环的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为什么袁绍在的时候 那么袁绍是给乌环有好处的 那么到了曹操时代 这些好处都没办法了 袁绍为什么不求救乌环干曹操 求了 但是在大规模作战的时候 乌环人是有限的 袁绍的骑兵是有很多乌环人的 那么摆在曹操面前的时候 到底要不要去进攻乌环 当时乌环根据地在什么地方 在柳城 就是大致是今天辽宁锦州的西边 一点这 你可以算一下 曹操当时能够控制的势力范围 就是今天北京天津一带 这就已经是国家的边界了 我有闻了 就已经是国家边界了 如果说从北京出发一直到锦州附近 大家拿尺子 可以打开百度地图量一下 这一路上路非常不好走 真正曹操想去讨伐乌环 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开始的时候 曹操认为只有一条路 就是走滨海走廊 那么沿着河北的海岸线 清荒岛那边海岸线 一路向北 一直走到大连附近 然后开始横插到锦州对抗乌环 和辽西走廊 他平时是平原 但是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条路 每年能够通行的时间 只有几个月 赶上雨季的时候 下秋时期的雨季的时候 就会下大雨 路就被淹了 史书上记载 都变成了凝硬的沼泽地 而乌环能够劫掠边境 就是在天气 就是在不是雨季的时候 干涸 就是旱旗沿着辽西走廊 过来劫掠边塞 所以当时曹操想讨伐乌环 是需要很大的精力和物力的 而且不可能就是说带大部队去讨伐 因为什么补给跟不上 当年曹操为了对付乌环 当时就跟开了一个军事会议 我们应该怎么办 很多人说 既然袁上和袁西都跑出国去了 没必要去追了 对不对 追他干什么 完全没有必要 那么郭嘉就说了 郭嘉这时候发表一个意见 如果我们是吧 不解决袁上袁西 不解决乌环 那么乌环势必会常年截略我边境 那么我们必然没有能力去过这个 就是说去继续向南发展 所以乌环必须要解决 曹操啊 为什么经常说 如果郭凤翘在上 无不至于此次失业 在说赤壁战的时候 郭嘉说的话 曹操能够听得进去 曹操为什么欣赏郭嘉 是因为郭嘉跟曹操一类人 什么就是性格很相似 很相似 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很相似 两个人见面 特别投缘 是这种关系 在这个情况下 好了 曹操就说 好 我认为郭嘉郭凤孝说的是对的 准备去讨伐乌环吧 然后当时就在河北这个地区 开凿运河 开凿两条运河 是把山东和就是衍州和冀州的梁啊 源源不断的运送到幽州前线 就运送到今现在的北京天津附近 梁朝准备好以后 那么曹操就计划讨伐乌环 当时运气啊 是曹操运气是很背很背的 那么背到什么程度呢 本来雨季就应该早早的结束了 没想到哎 这下雨下了特别久 想进军呢 都困难 到了深秋的时候 旱季还没来 那曹操就得到献报 据说对面乌环已经准备好了 已经沉冰辽西走了 只要我们过去死定了 是吧 也都准备好了 当时曹操哎呀 正在哪发愁 正在哪发愁 这咋整呢 就突然有人跟他说 他知道一个人 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曹操一听 什么人这么屌是吧 能够帮我解决眼前这个燃眉之急 那是说 这人叫田仇啊 本来天下大乱的时候 带着家里面的人 也就在这个山里面隐居 袁绍曾经征召他 他不去 反正公孙淡曾经征召他 也不去 但是他有个称号 辽西通啊 只要这个地图啊 没有不知道的 听他说 还有一条道 能够通往乌环的主城 柳城 乌环在内蒙外蒙 按照他的活动范围的话 内蒙外蒙他都有 谢谢JTP QPK送的弱季 谢谢哲己玄丰 送的小元宝 田仇当时这一出来以后 曹操把田仇叫过来 田先生 话不多说 我现在就想讨伐乌环 你看你能不能给我这个招 田仇就说了呀 虽然呢 我知道有这么一条路 可以通向柳城 但是这条路我也没走过 他说你怎么没走过呢 他说我这这么多年啊 在这就是塞外这么居住隐居 就听一些牧民说呀 有这么一条道 卢龙范 据说五百年前 哎就是有这个有人走 就百一百年前 不是五百年前 这成了这个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这个齐天大圣了 一百年前啊 以前有人走过这条路 那么去讨伐乌环 那还是这个就是早些时候了 现在呢就听说啊 把一些牧民载到在雨水到来的时候 去那去放牧 去那放牧 也听说他们是从这个柳城过来的 那这条路已经这个一百多年没人走过了 然后田仇就说 如果这条路好走 我觉得乌环人就不会走 辽西走廊了 这丞相您看 您跟着要走这条路吗 曹操说容我想想 其实啊 这我觉得啊 曹操这个人呢 真的是胆也忒肥了 打个比方 讨伐乌环 那是一场玩命的战争 这种玩命啊 就是如果说军队炉龙赛 对吧 走的是那个地方 如果说你军队开出去 假设碰不到这个乌环的旗 就是乌环的主力 就要忌忌 对吧 就要死光光 就打个比方吧 因为你想 如果去打仗 粮草要跟着走 那卢龙赛这个位置 一百多年没人走了 很多地方都是戈壁跟沙漠 粮草车是跟不上的 那真正想打的话 这就是打仗帽 身上带一定数量的吉仰 全靠这种快速部队 也就是骑兵部队和少量的就是不足 然后推过去 主播不管是落路 大家想想这个难度 这放在今天的话 就相当于 在没有吉仰的情况下 去穿越藤格里大沙漠 而且没有什么 现在还有卡车 有飞机 就两条腿 最多让你骑上马 穿越藤格里大沙漠 越过沙漠 去寻找一只可能在那个位置的敌人 嘚嘚嘚 一看你真的是好久没来 说 估计会有赤喉探路 探路只能探个几十公里 不是妄媒止渴 这不是妄媒止渴 弹幕没了刷一下 我也得刷一下 曹操当时假设找到了乌桓人 那么少数 自己只能带很少数的部队 万一碰到人家大部队 也要完蛋 还好军事不是诸葛亮 妄媒止渴 应该不是 我记得不是 曹操在去讨章秀的时候说的 对不对 应该是讨章秀的时候 是妄媒止渴的典故 我的茶盘人是吴金石的 妄媒止渴应该是讨伐章秀的时候 早过去了 就是说 当时曹操是想来想去 还是采纳国家的意见 答 那么就开始进行一次计划 曹操北征乌桓 是把所有的家地都带上了 所有的家地都带上了 带了多少呢 就是这种家地不是把自己的军队全带上了 是带了所有的精锐部队 包括能征善战的武将 谋士全部带上了 这是一次凿空拓荒的远征 出炉龙塞 穿越现在内蒙古和辽宁街掌的沙漠地区 走戈壁滩 一百多年没有人走过 走了 接着一路沿着一路向北 绕过乌环人的防御圈 那接着登白狼山 过白狼堆 直直柳城 你想想 我去 很强 就是什么 张秀 张辽 夏侯敦 能带的名将曹人全都带上了 包括就是谋士 贾许 郭家 巡忧 就是最精锐的领导班子 全部带上了 就打这一仗 曹操打这一仗 兵带的不多 几万人 几万人 这个这场仗惨到什么程度呢 惨在行军 行军路上没有水源 问田仇是辽西通 田仇就是只听说过好像这条路能走 连前面有没有水源都不知道 就这么走 搁到今天的话 你想想谁敢呢 前面是沙漠 有没有水源不知道 往前走 就这么走 就这么走 哎 走啊 走啊 没有水了 怎么办呢 喝尿 没有饭了 怎么办 沙马 惨到这份上 当时啊 就说这条路啊 它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 因为有戈壁灿 有的路是不通的 还要牵扯的让部族去修路 怎么修路呢 就是搬石头 然后把一些路给填上 让马去过 对吧 这 贾许会说啊 郭嘉尼亚的搜主业 跑到沙漠喝风来了 就惨成这个份上 嗯 曹河打了乌环 刘备继续在那陪太子读书 还在小佩那坐着 谢谢蒙古海军部队队长啊 这个神上这几天 那会的话 曹河打乌环的时候 刘备还是小角色 还在那耗 王梅之可不是 王梅之可是张秀 在这个地方 打乌环的时候 是弹尽良绝 吃的喝的全用光了 还在新野 还在新野嘛 还在跟着刘表底下打这个 打工的 这是一瓶矿泉水奏 沙哈拉大沙漠 对 就是这种概念 带一支军队 那么得亏运气比较好 正当绝望的时候 曹操哎 赶到了白狼堆 那个地方有水了 而且到达白狼堆的时候 竟然得到献爆 乌环的主城 乌环的城市 柳城就在前方 曹操大喜啊 因为曹操到来 是一支 是一个骑兵 没有人知道 曹操会从这个位置过来 曹操应该是死于水土不服 身体不好 喝酒喝的比较多 然后身体喝坏了 再加上这样的远征 身体负担太大 然后叽叽了 这是有可能的 就是水土不服的可能性居高 怎么可能死于性命呢 谁会争乌环带女人呢 当时到达柳城的时候 乌环人没有防御 曹操没有防备 曹操立即下达命令 给我冲 天降雄狮 可惜历史上没有人拍电视剧 那么你要想想 这种远征 简直是非人类的远征 国家就是跟着曹操走这么一条 不是人走的路 死在路上了 死在路上了 那打完路环之后 那么曹操发现 袁尚和袁熙又跑了 跑哪去了呢 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去了 国家已然死了很久了 死了好几个月了 那么没有国家遗迹定遥东 曹操一琢磨 现在袁尚和袁熙去跑 投奔公孙康 公孙康跟他这俩人没什么关系 如果乌环跟老袁家是盟友 乌孙康可不是 加上踏顿蝉已死 曹操整编了乌环的部队 此时曹操的军队的战斗实力更上一层楼 为什么虎豹齐成形了 乌环三郡天下名旗 那么这样说一下 曹操把乌环给打残了 乌环人一分为二 有的是为了躲避曹操 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 后来被司马仪给解决了 还有一部分直接投奔到曹操了 说柳城之战就这么完了 柳城之战打的是压力不大 但是行军压力是最大的 行军压力是最大的 当时曹操出现的时候 乌环人完全没有防备 你说谁会想到曹操同这 这从地里面冒出来的吗 等发现的时候 这都觉得不可思议 乌环在哪里 今天辽宁锦州的西边挨着这个锦州 我们看一下地图 走辽城走多久 四十多天 走柳城走了四十多天 不是辽城 柳城 主要就是行军 如果说当时走 再有个几天 就是有个三四天找不到 曹操就寄寄了 他这个地图绘的是有问题的 但是也找不到更好的地图了 当时就是从卢龙塞这个地方出山 出塞外 当时是绕了一个圈 这一路上 其实都是沙漠和戈壁 没有什么补给 就极少数的水源 一直绕过去 他不是走的 他是这样绕过来的 就这么一条道绕过去的 只有在大灵河附近才有补给 那郭家死在什么位置呢 我觉得郭家死在这一带的可能性居高 断水了 因为过了大灵河 那边就是白狼山了 白狼山也是有水源的 走的不是直线 是绕过去的 白狼山的坐标是错的 应该走不到这的 他是出龙龙塞 绕了一个远程奔鞋 绕过去的 就是从他的左翼绕过去的 那么他这个标肯定是标错了 你说如果从这走的话 这边是辽西走廊 你不用从这边走 是从戈壁绕过去的 这个标 这个标 估计是做头的人胡标的 白狼山究竟是哪 我觉得这一代的可能性居高 因为过了白狼山 直接就到达柳城了 田愁子指的就是这条路 荒芜人烟 戈壁滩加沙漠 你想想 当年 在魏清和霍聚病 越过大漠讨伐 医治些蝉鱼的时候 汉武帝派了50万士兵 背粮食背水 做补给 曹操就带了这么几万人 带了一些干粮 就攻城去了 很了不起 如果说一定点闪失全军计计 一辈子的家也就完蛋了 曹操在那观沧海 刘备在这当宪令 我很郁闷 真的很郁闷 你想曹操和刘备 是当时两个英雄 真的说从雄心壮志 真的是英雄 但是你要想想 刘备偏偏实运不济 从袁绍那开溜了 知道袁绍不长久 去投奔刘表 刘表 刘表 看到刘备来了 就是让我欢喜 让我忧 为什么呢 整个荆州地区 能够指挥军队 跟曹操刚正面的 非刘备没手说 但是刘备这个人 对土地特别有野心 就像占地盘 刘表心想 我要把刘备给弄了 曹操打过来 没办法 我要把他 让他扶持起来 这估计我这荆州 就要姓刘备了 就要跟刘备姓了 怎么办呢 所以刘央心想 打仗的时候 让你去打 不打仗的时候 给你块地 给你块很小的地 哪块小什么地 新野县 现在你要说 新野县有多大呢 也就是一个 有几千人口的县 都姓刘 都姓刘 没错 但是八竿子打不着 真的八竿子打不着 离太远了 这个 当时刘备 你说说 他一个拥有雄心壮志的人 一个拥有如此强大能力的人 你说刘备的能力 放在那个时候 非常突出 他就在小小的新野县 一蹲 蹲了多少年 蹲了五年 五年了 五年了 哥一般人的话 早都放弃了 其实刘备这个人 真的是 这个 艰运不拔 你要说 不抛弃 不放弃 永远是吧 失之不已 刘备算一个 别看我现在在新野这个地方猫着 但是 我还是可以做一点小动作的 谢谢东方姑父 谢谢丁413 送的新年鞭炮 怎么办呢 刘备说 你不让 你让我的心也呆着 没问题 我可以是吧 继续在徐州那一套 看看这荆州地区 有没有什么土豪 哎呀 大家结个婚 是吧 然后叛个亲家 只要土豪支持我 早晚我也能起家 那刘备转来转去 发现这件事情 早都被人做了 被谁做了 被刘表做了 刘表当年单骑入荆州的时候 就跟当时京乡地区 比较大的土豪 蔡茂家 蔡家 结成了燕亲 刘备一看 不愧是都是姓刘备 刘表 刘靖生 刘靖生 怎么我这套 你也会呢 刘备很郁闷 大土豪已经跟成了刘表的亲家 那我就找小土豪吧 刘备大家看 荆州地区有哪些小土豪 想来想去 看看 听说荆州地区文人特别多 当时刘表这样的荆州 我不是说 少有的盛世 各地的牛逼的人都来这避难 什么映川巡视 在这边有人 司马市也在那有人 反正诸葛市也在那有人 转来转去 当时 刘备就听说 听说在京乡地区 有一个叫做司马辉的人 定期 搞一搞文人聚会 而且讨论天下大事 反正刘备说 既然闲着也是闲着 弥足不是 弥足是徐州的好强 现在跑荆州来了 听说他没事搞一搞文学会 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 县里面的大小事物交给关羽和张飞料理就可以了 我这就去转一转 没事刘备也是轻装简从 穿文声书生打扮 其实刘备装书生是没问题的 毕竟跟着卢职读了几年书 虽然说不好好学习 该会的也会 参加这些文学会 人家一来 你叫什么名字 我无名小卒就是来旁听的 那么就来听 当时司马辉就跟一帮文人 刘备基本上也会属于一个旁听的 叫听听 有一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怎么注意 这个人姓诸葛 明亮自孔明 诸葛亮的人经常高谈阔论 对天下大事非常有见地 甚至连司马辉都对他称奇 有一天 哎 刘备就看到这个诸葛亮了 诸葛亮也看刘备 哎呦 你在这儿 待着 干什么呢 这 刘备说呀 就对诸葛亮说 你听说过一个人叫刘备吗 诸葛亮说听说过呀 这 他挺倒霉的 是吧 空有吞天下之志 但没有吞天下之运 那刘备就好奇了 是吧 你觉得他差在哪了呢 诸葛亮就说呀 我觉得吧 他缺乏人才 是吧 关于张飞兼万人敌 是吧 一个是缺乏治这个内政的 一个是缺乏这个指挥作战的 我觉得呀 如果这两类人才有了 他再有一个这个好的这个地盘 哎 就应该能发展起来了 刘备对此啊 表示同意 但是刘备虽然说跟诸葛亮有交集 但是就觉得诸葛亮呀 还不是他的菜 为什么刘备接近这个司马辉呀 他的目的呀 还是需要找到当地的豪门 赶紧攀个庆家 然后哎 听说哎哎哎哎哎 跟这个司马辉混熟了以后 打听到了 除了蔡家 哎 除了蔡家 黄家在荆州地区特别牛 黄家有闺女没有 没有啊 黄家有闺女 有皇室 你帮我说的亲怎么样啊 这亲说不了了 是吧 这他已经嫁人了 嫁谁了呀 嫁诸葛孔明了 嫁诸葛亮了 哎 我心想 我如 我虽然是吧 不能当黄家的女婿 但是我可以拉拢诸葛亮 如果诸葛亮在我这站队了 那黄家不就在我这赚队了吗 哎 这办法好 哎 这办法好 刘伟开始 哎 心想哎 我三顾茅庐 哎 我多 他说 你听说诸葛亮家在哪啊 啊 诸葛亮家在那地方 在这个南洋 这个公 他在南洋 他家有片农场 在那儿没事住的啊 当时诸葛 刘伟一听 这个靠谱 哎 这靠谱 赶紧是吧 去见这个诸葛亮 第一次见 这个 咱们要跟三国眼应该不太一样了 因为为什么呢 说尽管前初始表说 臣啊 这个先帝不以臣卑鄙 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我觉得呀 当时刘备去见诸葛亮啊 是见到刘这个诸葛亮了 只不过呢 一开始的时候是先要跟诸葛亮是吧 聊一聊是吧 大家谈一谈这个 这个你的意向吗 你想干嘛 是吧 需要什么待遇 我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有什么打算 要不要加入我这个创业公司 咱们兄弟们是吧 这个就开始这个 论语言了绑子 咱们就大 卖开手脚 开始干革命了 就这意思 就说去了很多次啊 我觉得三 它是一个饭指 这个 皇家仅仅是比这个 才家侧的 去了很多次 第一次见诸葛亮 诸葛亮 兄弟啊 你怎么来这儿了 那刘备来了 真不好意思啊 其实啊 我就是刘备 上次跟你开玩笑来的 这次啊 上次听你说完是吧 如醍醐灌顶啊 我觉得当时啊 你要是不当个什么什么官 驱才了你 驱才了你 那 诸葛亮一看 好吧 聊一聊 第一面 你想想刘备见诸葛亮 不可能说 咱们我开一公司 你来加入吧 是吧 不太合适 这个 就是说皇家 就是说当时是很势力很大的 黄承炎 包括皇祖 估计都有关系 甚至就是说 那么 呃 你看 刘表跟皇祖的关系 那么把皇祖都不当 就不简简单单是一个部下 是自己人看呀 对不对 听说个案例吗 不是不是 肯定跟诸葛亮交谈交谈 第一次去 是吧 聊聊天下大事 然后刘备聊聊我的经验 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二次呢 哎 见了诸葛亮再聊一聊这个 呃 现在大体情况 京江地区的概况 第三次 要不要来我这干干 万一呢 其实诸葛亮啊 也是快闷出鸟来了 为什么 你要想 此时的诸葛亮 非常非常年轻 那么二多岁 那诸葛亮 他学了一身本事 你要告诉我 一个人一身一身本事的时候 他想不想找个好去处啊 那他也想施展一下自己的才能 但是 诸葛亮太年轻了 你说谁能看得上呢 哪怕司马会举荐一下 举荐给谁啊 举荐给刘高 举荐给孙权 甚至是举荐给曹操 能让诸葛亮当什么呢 最多是个小幕僚 所以跟着刘备混 我这儿再怎么样 刘备说 原始股百分之五十 你看怎么样 再加上刘祝亮知道 刘备这个人仅仅是运气差了些 按照他的本事 那真要说论本事 刘备的本事 怎么看也比孙权强吧 怎么看也比刘表强吧 至于说刘章 诶 或者是张鲁 完全不是刘备的对手 相反就曹操厉害一些 但曹操现在鞭长莫及 他还在北边打着呢 我要着跟着刘备混 说不定整个江南地区 我都能躲下来 技巧定好了以后 好嘞 想好了 开始谈 谈好了以后 诸葛亮说 我开始跟着你混了 刘备说 要的就是你这个 刘备能够招揽诸葛亮 是一种双向的选择 诸葛亮当时也的确没有什么太好的去处 另外啊 诸葛亮太年轻了 更重要的是 诸葛亮这一战队 刘备有了本钱了 因为皇家 站到了刘备这面 刘表有蔡家 刘备有皇家 整个京乡地区 两大土豪 战队了 那刘备 刘表现在已经是年老了 已经是行将就木了 看一眼刘表 喘几口气都有可能忌忌 那刘备是吧 是一颗正在上升的新星呢 其实诸葛亮也在盘算 其实刘备 他也在盘算 如果刘备在皇家的支撑之下 能不能成为荆州的主人 是有可能的 有很多家 这个就是豪门有很多家 主要是以黄菜为止 包括宽家 当然了 宽月 对不对 讲到这儿 我们啊 还要这个 聊另外一个人 谁呢 关羽 关云成 关二爷 在刘备离开袁绍的时候 那么关羽去离开了曹操去投奔刘备 也出现了历史上这个就是说在这个人民群众当中 是快制人口的千里走单旗过五官斩六将 啊 谢谢留人家多少爱送的礼物 谢谢莫再言送的礼物 那这下子啊 咱们讲讲真相如何呢 关羽在曹操那混的确实不错啊 混的确实不错 那么曹操因为有愧于关羽吗 因为杜夫人这个事儿 哎再怎么样 这个抢了答应了关羽的事情没做到 而且还是因为一个女人 曹操这一辈子也是啊 经常也是言而有信很少框人家 但是就因为一个女人亏了关羽 就觉得对不起关羽 所以啊 就跟跟关羽的待遇很不错 表关羽为汉寿亭侯 虽然说亭侯 他是这个侯类的爵位不大 但是论关羽的战功 他不配啊 他他配不上这个侯位 因为杀颜良是跟张辽在一起的 关羽是助攻 那那个文丑呢 又是曹操自己杀的 那关羽帮助曹操扫清这个关渡战外围 也是就是说真正出的这个力啊 不够多 你想想 在中国古代 在汉代的时候 什么样的战功才能封侯拜相啊 或许一说封侯拜相 是什么 魏清一路大胜平匈奴了 才封的侯 那么这个霍去兵 横扫这个河西走廊 才被封为冠军侯 关羽他这个战功太小 但是关羽哎 毕竟有愧嘛 加上他也挺忠意的 曹操说 反正现在这个关羽不值钱是吧 表你为汉寿庭侯 那么曹操也知道 终归有一天关羽是要离开的 等到关羽离开这个时候 曹操关羽就跟说 老曹我走了 曹操说你去哪 关羽说我去投奔我大哥 当时曹操就说了一句话 你去吧 刮骨撩毒是真的 刮骨撩毒是真的 关羽当时 曹操身边的很多人都跟曹操说 关羽你应该把关羽给杀了 关羽这个人一看 威武不凡万人敌 大家要注意 关羽这个人 这个军事才能是非常突出的 整个蜀汉集团 刘备的集团 如果说带兵的话 首推刘备 刘备带一支部队去作战 假设要分兵的话 那么第二元帅一定是关羽 你要想在当时这个情况下 曹操已经快 基本上关渡之战胜利了 北方也是唾手可得 关羽想要在曹操这混 总比去投奔刘备要好很多 刘备当年那个时候什么情况 寄人篱下 就在刘表那当一个小县长 连个小县长都不是 而关羽这个人他真的是很厉害 他是帅才 都不只是将才 曹操放弃关羽 关键 还是能够感受到关羽这个人的忠意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 关羽有这些什么杜夫人的事情 有主动投降的事情 他人品就有问题 人品没有什么问题 当时的情况 投不投降都是死 投降总比不投降好 对吧 关键是关羽 你放在今天和平时期 跨 比如说咱们现在做中国500强 马云的淘宝 马云的阿里巴巴跟你说 你来阿里巴巴混吧 给你百分之几的股份 然后你是给你原始股 然后让你当高管 你当不到 旁边还有一个人 开小公司 年收入可能还是负的 是吧 年收入可能还是负的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 换作一般人 100个有99个 或者1000个有999个 肯定在阿里巴巴混 对吧 演艺里面要成就他这个武神的 武圣的形象 但是就是关于这一点来说 能够放弃曹操去投奔刘备 足够了 足够了 生在乱世 这面荣华富贵 封侯败相 那边什么都没有 足够了 大家就是人 人不是神仙 人终归会有七情六欲 人终归会因为自己的一些私利 而显得不那么正派 张飞一直跟着刘备 李存孝当然扭迪着跑道 又怎么天天早有人带五代诗国的梗 等我讲到五代诗国 咱们好好聊 好吧 关于真的很了不起 投奔到刘备 没有过五官斩六将 曹操也是君子有成人之美 你要走就走了 我绝对不拦着 去吧 曹操也很大气 走吧 有分析说张飞是美男 是有这么一说 张飞很帅的 刘备有福气 这是关于投刘备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等到刘备拉拢了诸葛亮 就相当于让皇中 不是 让老皇家站到了自己这一面 谢谢谢宇阿阿送的小元宝 曹操有什么没办法 把关于杀了不就行了 要是正二八经杀了关于有什么问题 没人说他了 张飞不蠢 谢谢76580送的稳 主播皮卡丘厉害 垫的你生国不能自理 以后 谢谢白学家端梅尼送的赞 谢谢145461送的压岁浅 谢谢康斯坦丁送的小元宝 那么我们要想 这时候 胜利的天平开始有一斤点倾斜了 毕竟刘备现在支持刘备的人有了 尽管黄家比不上蔡家 尽管刘备没有地盘 但是在失望当中 有了这么一丝希望 正因为有了这一丁点的亮光 足以三分天下 谢谢A1608647374送的鞭炮 那这时候啊 其实刘备啊 拉拢诸葛亮 人都不是傻子 刘备之所以能够在荆州太太平平的过这几年 是因为刘备没有威胁性 但等到刘备把诸葛亮请出来了 黄家站在刘备这块的时候 矛盾就激化了 矛盾就激化了 主播已经仔细说过了呀 关羽和杜备人 对吧 你要想想蔡茂也是一看就知道刘备什么情况 得你娶不上黄家的闺女 然后你把黄家的女婿拉过来了 当年刘景生 我姐我妹夫玩的就是这一套 现在刘备你也玩这一套 说白了 你也看上荆州了 那么这叫什么 发展人脉的风险性 这就是社会 这就是当时的乱世 地位就那么几个 地盘就那么多 能够夺中地盘的实力放在这 如果下面的人想挑战上面的人 上面的人就不会视若无睹 那么这时候 金州两大集团 黄家跟蔡家 事成水火 蔡家的代言人 蔡茂 黄家的代言人 刘备 刘表在中间 好了 内战开始 为什么蔡茂三番两次的想杀刘备 并不像说三国演义里面讲的 刘备太仁慈了 太贤能了 然后蔡茂叫什么 既贤度能 所以想方设法除掉刘备 是因为刘备已经触及到了蔡茂的底线 是因为刘备已经展现出来想在荆州抢地盘的野心 那么到这个时候 大家觉得刘备应该如何扛下去 这个问题 我觉得研究这段历史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普通人生活总在逆境当中 比如说在现实商户当中有上司打压 再比如说有同事激烈的竞争 或者比如说熬不出头 刘备当时已经成这个情况了 锋芒已然露出来 那么野心已然表现出来该怎么办 蔡茂活得还挺好 正实 谢谢十人一只眼送到新年鞭炮 其实刘备这时候有个好计策 怎么办呢 使劲抱好刘表这条大腿 只要刘表这条大腿抱稳了 就OK了 为什么 此时刘表陷入了跟袁绍同样的麻烦 什么麻烦呢 刘表老则老矣 刘表自己也知道自己没有几天能活了 那刘表这辈子呢 希望什么事情呢 希望什么 自己的家业 是吧 让自己的儿子继承 刘表有俩儿子 长子刘从 次子这个 长子刘琦 次子刘从 那么刘表也跟袁绍一样 就比较喜欢小儿子 但是小儿子非常年幼 谢谢Limited Sky送的压岁钱 谢谢谢谢 那么如果刘表也不傻 假设把自己的位置啊 给了小儿子刘从 那整个荆州是不是有可能落到蔡家手上 刘备也会这样说 哎 见了刘表刘锦绍之后 啊 这个刘皇兄 是吧 毕竟都是汉氏宗亲嘛 就会说 哎 这个 现在是吧 这个 听说 其实刘备也不会明说 听说这个袁绍啊 就是因为北边船来战报了 因为刘备在荆州这时候 这恰好是曹操对付袁绍袁绍袁的时候 北方传来战报了 然后袁绍 听说呀 袁绍跟袁绍打起来了 兄弟俩打起来以后 哎 两个曹操趁血而入 先杀了袁绍 再杀了这个 再杀了袁绍跟袁绍 整个袁绍的地盘啊 已经都被曹操吞并了 我就觉得咱们荆州啊 是不是曹操下一个要吞并的对象 其实刘备也知道 这刘备说的是实话啊 那个 那么刘备只要再加一句 如果说荆州上下同仇提侃 联合孙权 肯定能够阻挡住曹操的攻击 这话对呀 但现在就有问题了 如果说是吧 让刘从哎 怎么样 大哥 你觉得 呃 他舅舅会不会把他侄子的这个地盘给夺了呀 这话说的非常好啊 对不对 你想想 刘从年幼 刘表喜欢刘从不假 那么如果他死了刘从上 刘表是很怕这个老婆的 蔡夫人很厉害 那刘表也仰仗蔡茂 自己的儿子 玩不过自己的娘 是吧 自己的儿子 玩不过自己的这个舅舅 那等到他这一蹬腿了 把家业万一给这个刘从 那 外甥是吧 那 在这种情况下 那刘表会觉得我这一辈子打拼下来的荆州啊 就要姓蔡了 很不甘心 那怎么办呢 刘表也不傻 如果说刘备能够抗衡蔡茂 如果说哎 让这两个人的势力均衡 那么我儿子的位置是吧 就稳了 这时候你看刘备紧紧抱住刘表的大腿 蔡茂想对刘备不利 首先就要过刘表这一关 这一关他能过得去吗 过不去 因为刘备已经拿住了刘表的软肋 你要把我做了 你家的江山就要姓蔡了 这叫什么 利用人物间的矛盾 利用人物间的关系 使自己发展 刘备反正心想 我不急 我只要耗尽时间 先把皇家搞定了 再把周边的什么 凯家 什么 其他的这些司马家都搞定了 姓蔡的是吧 你想跟我玩 玩蛋去吧 这叫什么 这叫刘备才能什么 只要抱住刘表大腿 咱们拿时间去换空间 我一点一点蚕食你的势力 这叫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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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刘备